恩仇仪妙侠 古龙长篇巨著 陆小凤传奇 爱报两眼波 陆大龙遇陆小凤 长安固有又相逢 江湖险恶多变数 繁星点点 探人生 陆小凤并没有听到 鹰眼老七说出公酒的秘密 他听到的是鹰眼老七的忏悔 他虽然知道鹰眼老七 中的暗器有剧毒 他的命已经不长了 他却没有打断鹰眼老七 那断断续续的忏悔 人死之前的忏悔 是获得最后一刹那 心中平安的方法 陆小凤怎么忍心去打断他呢 所以陆小凤只有静静的倾听 鹰眼老七的脸上 有痛苦 逐渐的平静下来 他看着陆小凤说 你 你能原谅我吗 陆小凤点头 眼中已经满含了泪水 十二连环物的总瓢把子 叱咤 风云的鹰眼老七 谁会想得到 竟然为了多拿几个钱 就弄到了这样的下场 而且那些钱 对鹰眼老七来说 那是毫无用处的 因为他的钱已经花不完了 看到陆小凤点头 鹰眼老七知道陆小凤原谅他了 脸上浮起了笑容 他用微弱的声音说 我 我有一个秘密 要 告诉你 陆小凤什么都没有说 他把耳朵贴在了 鹰眼老七的嘴巴上 陆小凤听到了三个字 鹰眼老七一声之中 说出的最后三个字 公酒 太 公酒太 公酒太什么 陆小凤面对一杯黄土 他苦苦地思索着 鹰眼老七死前 对他说的这不完整的秘密 公酒太过分 公酒太嚣张 公酒太有势力 公酒太厉害 还是公酒 太山的太 公酒在泰山 公酒的秘密在泰山 公酒的地盘在泰山 公酒藏的那批珍宝的地方在泰山 陆小凤决定放弃思考了 对鹰眼老七来说 他死的时候心里平静 可谓死得其所 但是对陆小凤来说 鹰眼老七没有说出公酒的秘密 这一条 就未必有点不值得了 陆小凤忽然兴起了一阵感慨 人死了 死了就一了百了 留下活着的人 留下江湖的恩仇爱恨 想了 也了不清 人在江湖 真的是身不由己呀 陆小凤又想起了退隐 一想到了退隐江湖 他就想到有个人陪伴在身旁 一想到要有人陪伴在身旁 他就想到了沙曼 一想到了沙曼 他的血液循环就加速了 沙曼 你在哪里呀 老师和尚在哪里呀 公酒在哪里呀 他要到哪里去寻找沙曼的方宗啊 他要走哪个方向 才能寻觅到沙曼的宗迹呢 他不知道 陆小凤只知道一件事情 他必须去找 去寻觅 既然他们都毫无踪影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露出自己的行踪 让公酒他们来找他呢 所以 陆小凤 他决定了一件事 到长安 闹市 闹市 热闹的闹 黄昏的闹市 人来人往 马去车来 陆小凤也挤在人群之中 饭店 长安饭店 陆小凤走过三十八家饭店 决定选择进入长安饭店 因为长安饭店最大最干净 最热闹 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发现长安饭店已经客满了 踏入饭店的大门 连伙计都忙得没有招呼他 他很高兴 因为这就是他想的 他的眼睛到处转 发现了一张房桌上坐着三个人 三个浓眉粗目 肌肉结实大汉 陆小凤决定 以这三个大汉做对象 陆小凤站在三个大汉面前的空座位上 陆小凤看着正在抬头看他的三个人说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不可以 这是其中一个人的声音 陆小凤把椅子拉开 坐下来了 三个人六只眼睛 睁得很大 嘿 嘿 我说不可以 你是笼子 陆小凤向说话的人笑了笑 啊 哈哈哈哈 我 不是笼子 那你还不快滚呢 滚 那个人的声音在逐渐的增大 哈哈哈哈 我 我不能滚呢 因为我虽然不是笼子 但我却是一个人呢 你是谁呀 我 我是 陆小凤 三个大汉愣住了 然后三个大汉 忽然仰天大笑 啊 啊 啊 哈哈 其中一个居然还伸手摸了摸陆小凤 唇上剃胡子的地方 啊 你 你是陆小凤 哈哈哈哈 陆小凤说 对啊 我是陆小凤啊 啊 那你知道 我 我是谁啊 啊 我是谁 你是谁 我也姓陆 哈哈哈哈 我叫 我叫陆大龙 哈哈哈哈 陆小凤拍手 好 好名字 那人以诧异的眼光看着陆小凤 陆小凤拿起了名叫陆大龙的人的面前的酒说 来 我敬你一杯 陆大龙愣住了 陆小凤一口把酒喝下去说 嗯 你叫大龙 我叫小凤 咱们刚好凑成一对啊 哈哈哈哈 陆大龙一拍桌子 高声叫 就是啊 老子配儿子 大龙配小凤 我以为你连这个都不懂呢 这个 我怎么不懂 只是我有一点不懂啊 哪一点 谁是老子 谁是儿子 哈哈哈哈 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仿佛这是他们一生中听过的最好笑最好笑的笑话了 他们笑的是前仰后翻 整个厅里的人都朝着他们看 连整桌的菜都好像在震动啊 另一个大汉大笑 并且指着陆小凤说 哎呀 你你你真的不懂啊 陆小凤很严肃的说 嗯啊 真的不懂啊 说话的大汉忽然把声音插住了 另外两个人也忽然不笑了 他们的笑容一下子就变成了极难看的丑容 因为他们看到了陆小凤的手 轻轻的在桌岩上摸索着 而那桌岩的木头就变成了细沙子 纷纷的落下了 他们笑不出来了 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这个人 这个人他真的是陆小凤啊 所以他们都摆出了一副很抱歉 很忧愁的样子 大眼瞪小眼的看着陆小凤 每个人打在自己脸上两个耳光 陆小凤三个字 就这样在长安的闹市响亮起来 陆小凤知道 不出多久 江湖上的人就大都会知道 陆小凤在长安 这其中当然包括公九和老师合适 假如公九要找陆小凤 他就可以到长安来了 时间那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对于勤奋的人来说 时间总是如剑般的飞逝 总是不够用的 而对于懒惰的人 时间总是像蜗牛一样的爬行 总是太长 欢乐的人希望时光能够停住 寂寞的人希望时光能够快快 在同样的时间里 有人生有人死有人快乐有人忧愁 想到这些时间的问题 陆小凤兴起了一个念头 这一刻沙漫在想什么呢 沙漫当然是在想陆小凤 从陆小凤离弃的那一天 他就开始想念陆小凤 被老师和尚带到这里 他更加想念陆小凤 每天他都期待有奇迹的出现 那就是陆小凤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有好几次他都有一股冲动 想去找陆小凤 但是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他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起居都有丫鬟照顾 而且有充分的自由 可以在花园走动 他知道老师和尚 根本不担心他逃走 他在岛上生活得太久了 陆地上的一切早已经泥完了 就算他逃出这官府般的宅邸 他能到哪里 他早就认清这一点了 所以他安心在这里等着 等待命运对他的安排 他什么也不想 他只把全副的心思 放在了陆小凤的身上 他回忆和陆小凤共度的时光 憧憬着以后共聚的欢乐 这日子就是这样给大夫走的 老师和尚呢 每天都来看沙曼一次 每次都是沉默无语 今天却是例外 老师和尚向荣满面地走进来 一见到沙曼就高声地说 好消息啊 沙曼依旧摆出了懒懒的样子说 什么好消息啊 你最想知道的好消息啊 陆小凤 他很快就把喜悦之情压制下来 用淡淡的口吻说 你们有陆小凤的消息 对 他在长安 长安 长安离这里远吗 老师和尚说 三天的路程 沙曼不说话了 老师和尚却说 我劝你啊 还是别起这个念头 什么念头啊 你想逃离这里去找陆小凤啊 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虫子 老师和尚说 阿弥陀佛和尚只不过有点 头饰的本领 老师和尚看着沙曼接着说 我劝你别打算逃走啊 是为了你好啊 为什么是为我好 因为你假如走了 你去了长安 你就见不到陆小凤的 为什么 他不是在长安吗 那是三天前 现在呢 现在 他也许到了这里了 这里 这里的意思就是 在这里附近 还不能到这里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不想让你见到他 你们要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见他 你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 答案只有三个字 什么 到时候 所谓到时候 也许是永远也到不了的时候 因为假如陆小凤不答应公酒他们的要求 他到时候见到沙曼 可能是死了的沙曼 所以 当老师和尚派人去长安把陆小凤接来 住在这豪华的关底 当他问老师和尚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沙曼 老师和尚回答说 到时候的时候 陆小凤就知道 他必须要靠自己了 他知道公酒的用意 接他来 无非是告诉他 沙曼就在附近 可是陆小凤就是见不着 明知沙曼在附近而又见不着 陆小凤只有更心急了 陆小凤的心里越着急 也许就越容易被舒服 陆小凤了解这点啊 他也知道 在这里待得越久 自己就越不容易把持住 所以他一住进了老师和尚 为他安排的居所 他就毫不客气地大吃大喝了一顿 然后蒙头打睡了 人的意志实在是很巧妙的 心里想着该什么时候起床 果然睡到那个时候 就自然地醒过来了 陆小凤醒来的时候 正是紫叶 正是他心中算好 要行动起来的时刻 没有月亮 繁星满天 吸一口沁凉的空气 陆小凤觉得整个人都舒爽起来 站在屋顶 借着星光 陆小凤一眼看过去 房屋整齐地延伸出去 他发觉他住的地方 是这一列房屋中最小的一户 他知道 沙曼不在这一列房屋之内 因为一公酒的气势 他绝对不会住在这个小屋 一定会住在大宅 陆小凤只要找到最大的住宅 就可能找到沙曼 这是陆小凤一听到老师和尚说 到时候的时候 就想到的是了 他绝不能坐等 他必须起而寻找 他相信可以找到沙曼 他有这个信心 陆小凤没有算错 只可惜公酒 比他算得更快 所以当他找到那户大宅 找到了沙曼原来住的地方 沙曼已经不在了 老师和尚在 老师和尚露出了一副 算准了陆小凤会要来的表情说 你很聪明啊 陆小凤说 只可惜啊 有人比我更聪明 那个人并不比你聪明啊 那个人只不过接到报告 说你已经不在床上了 所以他就急急忙忙的 把沙曼带走了 把我留下了 把你留下 为什么把你留下 我找的又不是你 阿弥陀佛 色就是空 空气又是色 沙曼就是老师和尚 你找到我 就等于找到了沙曼 陆小凤很想笑 只是他实在笑不出来 所以他只好走上前 走到靠近老师和尚的身前 伸出了双手 老师和尚说 你要干什么 陆小凤说 你不是说 找到你就等于找到了沙曼吗 不错 我见到沙曼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和他拥抱 所以我要拥抱你 老师和尚里边退后 一边摆动了双手说 这使不得 大大的使不得 为什么使不得 因为和尚也是男人 男人跟男人是不能拥抱的 你不是说你就是沙曼吗 这个问题太悬了 咱们还是谈点 谈点别的 别的别的别的什么问题 大问题啊 大问题啊 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 有关有关两个人的生死问题 两个人的生死问题 其中一个是我 你看你看 我不是说你很聪明 另外一个人是沙曼 对啊 你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一点都想不开呢 我想不开 什么事情想不开 对于小老头的建议 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呀 你执着的是什么呢 陆小峰定定的看了老师和尚一眼 摇摇头说 虽然我一直不了解你 可是我一直都认为 你应该是个有原则的人 什么原因使你变了 你为什么会答应小老头 做他手下的隐形人 那是因为我想开了呀 想开了 想开了什么 人生 人生 你了解人生 了解 你以为人生是什么 人生就是享乐呀 我老师和尚苦休了一辈子 我得到了什么了 人生匆匆几时寒暑 我为什么要虐待自己 小老头说的对啊 及时行乐 莫等百了少年头啊 那后悔来不及了 陆小峰又定定的看了老师和尚一眼 苦笑的说 这就是你了解的人生 你就是为了要享乐 加入小老头的行列吗 老师和尚说 我错了 我错了吗 灵溪神旨 奥天下 快遇恩仇 一妙侠 咯 快遇恩仇 快遇恩仇